Zither Harp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回顾这一年 大家欢笑过 大家伤心过 大家轻松过 大家担忧过 无论这一年如何 感激身边有着大家 新一年继续相伴同行 大家好 祝大家幸福安好 适应一个新的环境 很多时候都会有碰钉的机会 我们经常都会讲安居乐业 安定的居所是行先的第一步 地产威廉用他的独特眼光 专业 经验 一定会帮到你们 找到一个安定的居所 无论是租屋或者买卖 选对才卖 无论你是新来也好 回来也好 香港来的朋友 我知道要重新再识 一个地方是非常困难的 怎样都好 打给我 地产威廉 647-896-8939 我一定会尽心尽力去帮你们 Hi 大家好 我叫Jason 是TT Auto Beauty的负责人 我们TT Auto Beauty 主要可以做到车身的保护贴 钻石贴 还有玻璃格热幕 我们在香港其实已经有七年的经验 希望将我们的经验 和一些好的产品 带来加拿大 为香港人服务 无论去到哪里都好 香港人 我们TT Auto Beauty 一定支持你 在多伦多要吃到有香港味的车仔面 和街边吃 真的这么难吗 我终于找到一间在万甘肝场的foodcourt里面 他们有香港地道的小食器 有咸有甜有酸有冬有义 说些事给你们听吧 它是来自王大师的街坊 个个都认识的大駕姐 你只是万甘肝场 家乐美食坊 Carlock Express 指此一家 外卖请电905-604-8300 905-604-8300 记得快也要帮忙 Hello 大家好 我是Billy 是iPro Driving School 如果大家有兴趣 在iPro Driving School 学习 可以上我们的网站 是www.iprodriving.com 又或者给SMS我 是647-963-6025 iPro Online Driving School 上完保险班 保险立即有discount 快点上iprodriving.com 报名或短信 647-963-6025 登记吧 香港人加油 人家说一室人 一定要怎么都看一次极光的 哇 哇 哇 好正啊 不用在这里 是没有人看到极光的 自己决定去看就行 一月妈住 然后妈仔Twin Service 和Yango 和Bruce 就一定看到属于你的极光啦 那就要跟着 香港人最喜欢的逍遥 又是Twin Service啦 快点打电话去订阅啦 我会用8个字形容泳春 再来 流 去 送 外面 脱 手 直 冲 踹 扯 即是说 做倒就赢 詠春方詠康團術館 團體畫個人授課查詢 647-928-3972 香港人的聲音 香港人的主場 人打黑癡 是跟平時人打黑癡 你們會多一點點的影響 黑癡, excuse me 你怎麼會道歉呢 有一次我去射澳 有些人BBQ 有些黑社會在那裡吵架 我當然是看花生友 坐下來看 然後黑社會在那裡說 嗯,是不是想自己抽啊 是不是想自己抽啊 Hachin, excuse me 是不是想自己抽啊 真的很恐怖 我發覺香港人有時打字 他們會數著自己有幾個 Hachachin, excuse me, excuse me, excuse me 但事實上我們很多人都是有禮貌的 我們真的不小心弄傷別人 我們會 Hachin, excuse me, 傻 Hachin, excuse me 不小心弄傷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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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歡迎回來收聽英語 來聽聽,有我Alex Hello,還有我Sunny 我們又回來了 隔了兩個星期 沒錯 很久沒和大家一起聊天 尤其是你,Sunny 是呀,我現在是一個兔子報道員 我是貓,這次是 很搞笑啊,這個Avatar AI越來越聰明 上次我是Fox來的 我記得好像 是,沒錯 是的,我們不如直接說到新聞上 最近我們聽到一個很荒謬的新聞 離譜了 可能大家都聽過一個很有名的歌手 叫Taylor Swift 他這一年都不斷周圍全球去演出 這個世界大會 這個Taylor era 很流行的 我很多朋友都很喜歡他 我自己都有時很喜歡聽他們的歌 但我不會說 喜歡到他要搶票去那裏看他的演奏 是的,他這陣子就來了英國演奏 那Sunny,你可以說一下新聞發生什麼事 為什麼我們每個都這麼生氣呢 嗯,是的 其實對英國民眾來說 都很震驚 像剛才你這樣說 就是因為原來Taylor Swift 來英國開演唱會的時候 他的團隊是要求了 英國倫敦的Metropolitan Police 去保護他 其實一開始原來 警察是說不行的 因為通常要用到公帑、納稅人的錢 通常可能要去檢查 譬如一些Minister 或者一些政客 或者一些Visitor 或者皇室成員 可能大家都知道 哈利王子自從離開了皇室之後 當他在美國回來 其實他都有要求說 有這個保護的 但其實他們禁止了就不行了 因為他們已經離開了 那誰知道Taylor Swift團隊呢 最後有啊 竟然Met Police 最後他離開了 從事就是 做了那個身體安全 是保護了他 其實變相 就用了納稅人的公帑 那傳媒也爆多了少許資料 其實原來 要內政部的大臣 去批黑這些東西 因為這些是 提供了個 HOME SECURITY 即是HOME SECURITY的東西 最後也有報道說 就說他其實收了 四張Taylor Swift的 現場會門券 啊 那次一張票都很貴 起碼幾百磅以上 有些過千的嘛 沒錯 哇 真的離譜了 竟然這樣都收得到 還有 離譜就是 哈利王子都 已經拒絕了他的安全 即是不讓安全 給他來到英國的時候 為什麼我們會用納稅人的錢 來保護這個人呢 是啊 因為始終可能他是歌手 美國人 其實是無分割席的 但是始終他可能都可以請 納稅人的安全 去做這個保安 但是不知道 不知道 沒有什麼理由 沒有寫的理由 我想全部都沒有寫清楚 但是他請求了 MAD POLICE去做這個保護 其實如果反過來 如果本身MAD POLICE在場 是因為希望 可能我怕有騷亂 是保護大家市民的 如果是這個理由 就不合理的 但是 因為他可能現在 根據這個理由 那就 就是有點震驚了 還有因為之前 卡利王子都記得 報道有說 他也有去打官司的 最後好像都是 說他不行了 因為始終你離開了皇室 你已經不在那個名單那裏 你的待遇 就不會說可以 期待到你以前做皇子 那你就要自己請 但是 換了這件事來講 好像又 好像不同了 很多人都很驚訝了 最後 是啊 我真的聽到這個新聞 都很驚訝了 可能Taylor Swift 可能離開一時 離開演唱會的時候 可能會搞到 會有太多粉絲 衝過去 他會搞到有混亂 可能這樣 原因這樣 就可以叫警察去 撤他 但是 like you said 好像你這樣說 我應該可以請自己 請 private security 去保護他 那你送他走 但不應該濫用 我們應該納稅人的錢 去護送他去機場 是啊 因為他本身好像說 如果你沒有這個 就是沒有了這個保護的話 他們會考慮 cancel 那個 就是延長會 不知道怎麼收貨 是啊 現在這樣做了 還有四張免費票給了他們 是啊 所以就 是啊 我想現在就是 大家都公眾不開心這件事 但是有些什麼可以做到就不清楚了 那個consequence 不知道是什麼 沒有了 是啊 我記得之前 我們的努力手上 他都是好像接受了那些人家的贊助 那好像是有人 有些不知有錢人就捐了贊助了那些衣服 給他的妻子 給他的老婆 那他現在都要declare 回來了 究竟我們好像是給了那些衣服出來 或者有些什麼concert的票 或者ticket給了他 好像看football的票 他都有Taylor Swift的票 什麼 再說一次 他都還有Taylor Swift的票 除了football都有Taylor的 是啊 這個真是很有趣 嗯 真是不知道怎麼收課 這個整件事 因為他之前整個努力 就在說 之前的政府有什麼不好 這些不好 其實他們一上場 其實有很多事情都是做 跟conservative的那些差不多 或者比conservative的那些更差 嗯 而且很多時候的原因是因為 因為報收黨做得不好 其實最終都知道的 當你去takeover 一個changing 當時可能有些什麼 之前前人做的事情 可能做得不夠好的話 其實你都預料了 你要take這個job 不可以整天狂用同一個reason 因為之前那個人做得不好 所以現在要補救 你現在就要去做 所以都挺interesting的 我覺得現在英國 整個氣氛 是呀 我們在期待著這個月底的budget 不知道這個budget會有什麼改動 可能現在很多公司都停止去請人 或者停止去invest一些東西 可能要等著這個月底的公佈 做了這個budget出來 究竟有什麼改進 改進之後就 在飛機上在天空 就是講關於那張椅子的座位 捱喉還是不捱喉 尤其是長途機 很多時候你都可能想睡一睡覺 想舒服一點 可能捱喉一些 或者捱喉曬的 可能有些人 或者還有手柄那些位置 究竟是跟隔壁分享 如果你不是坐在頭等 Business Class那些 跟別人分享 究竟那個手柄是誰呢 之前BBC我就看到 他post了一個文章出來 解釋給你們聽 究竟怎樣去做這些 應該捱喉還是不捱喉呢 都挺特別的 那我自己通常 一上飛機就不會捱喉 可能坐多一陣子 覺得想睡覺的時候 可能就會捱喉一些 但都會看看後面 真的有沒有怕著 躺得太多 這樣看著 頂著頂著頂著 這樣躺一點 但我知道有些人 簡直是不躺的 簡直是全機都這樣坐下來 簡直是直的 我覺得通常是睡 可能一開機的時候 你當然不會捱喉的 通常是起飛了 之後就派餐 之後就開始睡覺的時候 會捱喉 還有我一次時都無可避免 我前面那個捱喉 我都要捱喉 這樣變成一個 domino effect 一個捱就一直捱喉 不過我就知道 覺得吃東西的時候 我一定會把座位 整直 因為前面吃不到東西 如果你整不直 我都有叫空姐 你可不可以叫前面那個 整直 空姐通常都會 有些空姐時時不用喊 空姐空笑都會說 請你可不可以整直 你吃完東西 之後收完餐 你就會再捱喉 是這樣 是呀 我試過有些飛機時 他們一捱喉 是捱到很後下 全部都下來了 搞到電視的螢幕 都會很慘 看不到我 我都需要 好像是說 你都要捱喉 我都要捱喉 因為我不想這麼近 電視 向後喉 搞到後面 他們都會向後喉 但是我通常吃東西時 都會自動上來 整直 有些人是不懂這個 這個 就是他沒有 不知道是否還沒乘過飛機 或者自己沒有懷疑 那些 通常你不需要自己去出聲 叫回 派餐的時候 叫回空姐空笑 麻煩你可不可以叫回前面 就剩下席 就要找工作人員去做的 這樣就好很多 不用自己 其實這些是很常識的 跟人們社交聯繫 這些是很基本的 但是就不清楚 為什麼他們 看到就有爭吵了 聽到那個飛機 看到那個新聞 沒錯 喊到有一個 有兩夫妻要被人搬了 不可以回答 這個 很兇 很驚訝 這樣的事情也有發生的 還有手柄的位置 我通常 如果我坐最近窗口位置的話 我已經有最近的手柄 我通常不會捉我旁邊的手柄 嗯 但是不是的 現在有些人是捉著 最近的人坐在他旁邊的 男人的那些都是兩個人 可能我坐在中間 然後他就夾著 都很麻煩 其實不是坐飛機 坐貨車都是 時時的手柄 有些人都是捉著 覺得很不舒服 是啊 是啊 BBC就說 其實你可以一半捉一半 兩個人分享那個手柄 可能你的手柄 捉在最後的部分 你給前面的部分 給別人去捉 那就分享 有些人是比較高大 其實飛機位置有時不是那麼寬 而且我覺得男人比較老套 男人比較老套 經常有自己擺大腳 然後擺大腳 擺大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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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手擺大腳 擺大腳 那些 對 然後我最近坐飛機 也有試過那些 不過算了 我自己也當看不到 算了 我真的沒理會了 那不如直接去說一下 你究竟飛了去哪裏 我也好啊 說飛去哪裏 不過之前我也可以說一聲 如果大家在英國飛短途歐洲機 有一件事給我發現了 是很好的 就是沒有得哀喉 所以泰國的事 是不會在歐洲機上發生的 是啊 沒有得哀喉 這件事 沒有得哀喉 兩三個小時都是這樣 直彈 直彈 其實也好 在馬上減少了哀喉 這個問題 所以都是 無論如何 我帶大家去哪裏 其實我都很久都沒有去過旅行 最近就去了 登登登登 就去了阿姆斯特丹 噢 阿姆斯特丹 是啊 Alex有去過阿姆斯特丹嗎 沒有啊 我都打算去的 真的有很多朋友都去了 或者叫我去 就去做什麼呢 只要去阿姆斯特丹 通常都是去做一件事的 就是去派對 以及去吃大馬 不知道你這次有沒有去試過呢 那我沒有的 因為我這次的行程就是比較 就是 就是去旅行的 就是去旅行的 那些 就是去旅行的 那些 所以就跟平時很多外國人 英國人 他們都會說 我來阿姆斯特丹 好像去派對 因為通常可能是 最後擔心派對 搬著 那些會做 來阿姆斯特丹 但是我就是另類的 遊客 其實歐洲來說 阿姆斯特丹 荷蘭 其實是貴的 跟英國物價一樣 我會說 但是 就 吃東西 其實 雖然差不多 一樣 可能歐洲便宜一點 但是 很大份 那些東西 其實都值得的 就是如果吃東西來講 但是 不會是一個便宜的旅行 就是不像我們去西班牙 葡萄牙那些 那麼便宜 是 那我可以帶大家去看看 我做了什麼 那其實 大家最有名的 阿姆斯特丹 就是那些 有很多不同的運河 那它就 對 那它就很漂亮的 當你去逛街那時候 你就會見到很多不同的河 那也很多人會拍照 那這個就是其中有兩條河 就是都比較出名的 那我就是這樣走 那這個其實大約叫做 9th Street Zone那些 那它是叫做 佐敦區 那它就大約在這個位置 那你都可以見到很漂亮 很多人都拍照 那就是 但是 當它下雨的時候 就是河水非常非常之高 那我就見到有些人 就好像有些船 都是 我這邊沒有拍照 但是我走到一個區 就是專門給人 那些船 是住在河上面的 然後我說 那麼河水會不會氾濫呢 就是 因為很大雨 那還有 對 但是我想阿姆斯特丹一個特色 就是有些人 是會住在船屋上面 那其實這個就是 那這個就是 訂購店來的 所以它有一些 就是都挺漂亮的 大家如果阿姆斯特丹就是看這些 那些是 然後大家一些景點 那有安卿尼日記的女主角 那就是 當時納稅 大家都知道 都是很慘的 他們本來是德國人的 因為 避開納稅 就來了 就是荷蘭的阿姆斯特丹 那時候 其實這個是她的房子 那我就 這次就沒有歎走 因為其實要很早預訂的 其實應該大約要兩個星期前 你要在他網上預約那些票 那我又預約不到 所以我就沒有機會去參觀 但其實他也開得很晚的 我想開的時候太多人的關係 即是他連晚上7點8點都還可以進去 不過就 預約了 事前要預約 那我就這次預約不到 那希望下次有機會 如果回阿姆斯特丹 就希望可以參觀 那這個其實他 這個廟師人進去 那其實鑽角灣位就是這個門 這個就是Ann Frank的家 真正這個是Ann Frank的家 是的 那如果有機會 就大家記住 有興趣 就要早點去預約這個票 就要兩個禮拜前 之前你去過 那是同星期二開的 就是那個網站 就會開放那些票 所以就去看一下 那之後就可以帶大家去看一下 這幅畫 那其實這個是National Museum 那我其實一開始也打算買 因為其實荷蘭也是阿姆斯特丹 又可以買不同的票 那我本身也是打算買一些票 就是museum pass 就可以去不同museum 但是原來turn out 當然原來Ann Frank 都是包了進去的 那我打算去那裏 直接買 他就說其實如果你在那裏買 你一定要用得個五次 然後除非你就要再上網 叫他寄那張票給你 那張票就可以用一年 但你一定要有荷蘭的地址 那所以就是騙人的 就是如果你是遊客 根本是用不到 但是如果你是居住人 就用到 所以大家就要留意 那我最後就沒有了 我就直接給錢 入這個National Museum 大約二十多歐左右 那其實很大的 那其實其中一件事 一定要看 就是這一幅畫 叫做The Night Watch by Rembrandt 那其實中文 我還叫做林布蘭的 一個荷蘭畫家 是很出名的 那為什麼我要給大家看看這個左手邊呢 那其實呢 這個左手邊這個地方 就是National Museum的外面 那大家看到嗎 這個有一個玻璃 是啊是啊 我有一個朋友 因為這次我旅程也有 有一個居住的朋友 那我居住的朋友 那我居住那時候帶我走 他就說 你如果有機會就進去這個Museum 看吧 就要看這個荷蘭絕世的名畫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洞就是 如果萬一 阿姆斯特丹 這個National Museum有些什麼事呢 這個洞就會開了 然後這幅畫就會掉下來 那就會有車 就直接車走 那幅畫走 噢 這麼快出走了 如果有火燭啊 有什麼事 就直接走 有些什麼事 這個洞就會開 那荷蘭政府就已經 準備好那些車隊 這幅畫就掉下來 那它就會車走這幅畫 是很貴重的 這個The Night Watch 其實是說當時打仗 就是這個戰爭 也有些背景 不過大家看到 進去其實看不到這幅畫 是怎樣的 因為現在還有一些 復收 那我進去其實非常之失望 我都叫我假的 這樣掉了 看不到 真的 那我就說 Ramdan一定要看 就是因為荷蘭 如果大家熟悉 其實這個 這個景色都蠻特別的 因為很多時候 譬如你去大英博物館 有很多不同的 就是 埃及館 英國館 什麼都有 但是這個呢 是非常之荷蘭的 就是看這些 全部都是說荷蘭的 這些印象 歷史 那樣 但是這個呢 就是原來它在做復收 所以它有一個鐵架 有一個鐵架 鎖住了一幅畫 那我就不知道 我們全部人就站著 然後就這樣看 那它就有一張卡給你 就會告訴你 它會解釋你 就是這幅畫是什麼意思 但是實際看得不清楚 你看我拍的照片都拍得很噁心 是啊 真的看不到 是啊 所以就 不過anyway 如果大家有機會的話 都可以考慮去看一下 因為都是 始終是荷蘭的名作 那就是林布蘭 叫做中文的畫家 叫做 是的 那 然後下一個 那就是第二件事 因為我本身都很喜歡art 那些的 所以梵高museum 一定不可以錯過 那 那 如果大家都知道 梵高 可能之前我去Paris 也有介紹過 它有幾幅畫的 其實梵高museum 梵高museum 梵高本身是荷蘭人 那 當時他27歲 才做畫家 Alex 都很遲 我們都可以 可能有機會做到畫家 是的 我們都有機會做到畫家 那其實梵高 當然它一生都是 就是比較老 但是如果大家認識 其實這個梵高museum 我都覺得很值得去 那這個其實本身 梵高museum 但是我覺得值得去 那這個很容易預約一些 但是都要做幾天預約 就不用說好像 Anne Frank 那樣 但是如果大家 掌握你的注意 左手邊 這幅畫叫做Potato Eaters 其實是梵高 叫做第一幅 就是比較 開始 就是有些名氣 但是你看到它的 畫風是非常之暗沉 因為其實 荷蘭式的畫畫 本身是很暗沉的 那當然梵高之後 去了法國 去進修之後 就開始接觸到不同藝術人 就開始變成很 就是有色彩 那當然它自己自畫像 那還有這一幅中間 那一幅畫 Sunflower 就是名著 如果大家認識它 其實它有五幅 Sunflower 的畫 那其實這幅 就一定會 叫做Permanent Display 那一定會在梵高museum 那其實這個已經是replicate 但是它現在 如果大家有興趣想看梵高的畫像 可以去英國的National Museum 那裏 也有 National Gallery 是的 因為 之前可能有人看過 報道 也有幾個 不知異見人士 淋一些 tomato soup 在那裏 是的 但是那兩幅 就是另一些 它通常有五幅畫作 但是它這個 就非常出名 它就利用黃色的 對 所以就 大小長龍 這個 所以都很值得去看 梵高這個 是的 那就 繼續帶大家去Night Life 就是Hamsi 你說開那個 吃大麻 其實大麻 在那裏叫做Coffee Shop 所以大家不要入床 是的 如果你見到Coffee Shop的字 我朋友跟我說 這個Coffee Shop 我說Coffee Shop 什麼意思呢? 不是喝咖啡的 我說不是 Coffee Shop就是吃大麻 所以就 第一要留意 但是反而如果吃菇菇呢 吃Mushroom 有 就說了Mushroom出來的 就不會 有些 是的 原來Coffee Shop 我回到一些歷史 就是說 原來以前是很低調的 不可以偷偷地 要偷偷地喝酒 就是用Coffee Shop去遮蓋 反而Mushroom 菇菇就沒有東西 就這樣做了 就這樣做了 菇在那裏 不是更低調的 那些大麻嗎? 應該更低調的 因為菇菇 是 菇是 Psilocybin 和Psilocin 即是它那些 chemical 的active ingredient 其實可能一些時候 有些 我聽人說 如果你吃了菇 可能一些時候 你可能更衝勁 可能會更加做多些傷害 對你的身體 是的 我的朋友跟我說 他們會整個房間 到處移動 幾乎 不知走去 不知哪裏做了 不知什麽 很危險 很誇張 所以大家現在留意 其實現在Amsterdam 即在荷蘭 這裡 除了Coffee Shop 即是吃大麻 還有菇菇店 還有菇菇店 還有菇菇是 直接做菇給你 是的 就看到這張照片 裡面有蘑菇 在外面 還有Mario 還有他會做很多Mario mushroom 有些店會 你以為買公仔 其實不是 是吃賣菇 是的 不是還菇 然後 然後 還有火車站 給大家看 因為我遲些都會去 大家帶去 另一些醒 我就在Central 那裏 去搭火車 如果現在 暫時Eurostar 因為它Amsterdam 這個火車站 是在做裝修 所以現在隆敦 是沒有了直接的 車去Amsterdam 你怎樣都一定要 可能去比利時 再轉車 才可以 再來到 Amsterdam 所以就沒有這麼方便 是的 所以大家 但是如果到時候 如果通過 有直接車 那你就會去 Amsterdam Central Station 那很方便 很方便 在Central Station 是的 然後還有 這個還有Chinatown 因為Chinatown 是在附近的 那這裏就有個廟 但是Chinatown附近 旁邊呢 又是紅燈區 The Red Light Dish 是的 是的 那這裏其實 這個是其中一個 就是那個紅燈區 就是那些店 但是超級遠來拍 因為其實你不可以拍 任何想 但是這間呢 就在Canal的旁邊 就是它不是在Chinatown那邊 它是在河旁邊 但是很奇怪 就是 你想想我左手邊這些位 其實是一個Church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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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在這樣的位置 對 它是很 它很誇張 其實 其實 這個Central Station 就五至七分鐘就到了 然後 之後 就有Church 就是中間就是 然後旁邊有個 Temple 就是有個 因為是Chinatown的廟 所以都很誇張 還有我就在想 當我走過那個時候 大家要留意 它會寫著 不可以拍照的 就是它有一些 美女站在那裡 但是你不可以拍照 在那些窗那裡 是嗎? 是的 在那些窗那裡 但是它們 其實都遮蓋 就是一些很性感的 就是Longerie 但是它不是看不到那些東西的 就是遮蓋著我 不過就很奇怪 就說 為什麼每人 就是想一下 為什麼每人會租那些店 因為我嚇到嚇死了 就是 看到 就是有些人在寒燒 有些人出來吃完東西 但是寒燒旁邊那個 就是已經是這些店 所以很誇張 是啊 真的很複雜 現在看到這裡 你又說有寒墓在旁邊 然後有個寒墓在那裡 是的 還有寒燒店在那些店的旁邊 所以你想想一下 你一個普通的食客 你就在寒燒店吃東西 走出來旁邊 就是斜對面已經看到這些 所以其實是 很搞笑的 很搞笑的 而且它在Chinatown 其實是 Chinatown 就是 走一兩步就到這樣 哇 是的 所以Chinatown 就是那個地方 但是都可以去看一下 大家 但是我覺得 要小心一點 因為我們其實晚上 就是回到來去看 因為一定要晚上才會 有Reddit District 但是 就會有些人很奇怪 突然有些人跟我說話 然後就 然後就快點走 是啊 所以大家要小心一點 但是 但是OK的 它就很旺 所以都可以叫它見識一下 但是 是的 一定要去的 就是每次去 尤其是荷蘭 這裏 Armsterdam的Reddit District 都很出名的 非常之出名 是的 都要去感受一下 如果不是 可以見識一下 但是 小心一點 大家如果晚上 因為始終要晚上去 是的 可能小心一點 其他人喝醉了 或者 嗯嗯嗯 不過很多遊客 都始終都有 還有唐人街 但是這裏就很多 就是 亞洲客也有 外國人也有 所以都OK的 我覺得 但是就是 碰到那個 Reddit District 就 這樣 還有菇菇店 咖啡店 全部都是 周圍都有的 所以就 這個好像也是 China Town附近 那些 我就帶大家 坐火車 其實就是這個 那裏 我就帶大家去這個 附近的 town 就叫做 Utley 那我不知道中文 它叫什麼 它好像有個中文名 但是其實這個 站 就大約20分鐘 坐火車就去到的了 但是其實 荷蘭的火車 是很貴的 就是都 十七十八歐了 其實坐了 二十幾三十分鐘 這樣 就去到這裏 應該可以說 我做了一些 研究 其實如果大家去比利時 其實火車 是比較便宜的 但是荷蘭原來 在歐洲 就是很貴 叫做 那些火車 跟英國都可以揮 那這個 大家看到 就是很傳統的 其實跟阿姆斯特丹 不一樣 阿姆斯特丹 就是很多運河 那些東西 那這個就比較像歐洲的小鎮 英國那些小鎮 是很大的 是的 還有這個是大學 有個大學 那它有些 就是歐洲式的小鎮 那些 有很長的 High Street 你買什麼都可以 那還有這一個 就是有個 百年 的教堂 裡面 就變成了一間 比利時的 就是餐廳 有買比利時酒 買那些 那些荷蘭式 他們叫Flamish 因為在比利時的北邊 Flamish 他們說那些荷蘭話的 那它就有賣 那些荷蘭的食物 那些 那大家如果去到 烏特丹 都可以進去這間 教堂那裡 是的 喝東西 吃東西 但是就會 看著一個Jesus 喝啤酒 還有看著馬里 喝啤酒 都像 好像英國那個 Mercato 有點像 是的 那我也進去了這裏 那為什麼我會來這個 烏特丹呢 就是因為 我是來 它是一個 Mithy的城市 來的 如果大家認識這隻兔子 的話 是的 Mithy 其實Mithy 是很有趣的 Mithy其實是一個 荷蘭的女生 那其實現在近這兩年 自從 兔年 去年兔年 他就好像大紅 那現在應該都很紅的 Mithy 都是 是的 那其實Mithy的原 那個畫家 Dick Brunner 那其實他就是 從Utley 那其實在Mithy International 叫做Mithy 那但是在荷蘭話 其實他叫做Nantcha 那Nantcha 意思其實是 從荷蘭話 叫Nantcha 的 他叫做兔子 Rabbit 那他就改了個名字 叫Nantcha 那我假日下一個 slide 就會見到的了 那但是他就是 這個區域那裏 會有一些Mithy的 紅綠燈 都蠻有趣的 大家都會在這裏等 很可愛 是啊 很可愛 然後他有個 Plaza 就是一個Mithy 鐵的東西 那大家可以看的 那他都有一些運河 還有很多人做 旅遊 所以都蠻開心的 那其實帶大家去 就是去Mithy的 Museum 那這個就是 其實讀了Nantcha 那這個就是Mithy 認識Mithy的 荷蘭話 其實這個是他的名字 是啊 那大約這個 就很便宜的 小朋友的票 是會比大人的票 啊 好驚訝喔 是啊 那因為其實這個Mithy 是專攻 是給小朋友 焦點的 但是如果喜歡Mithy的朋友 都會不理的了 很同心未忘 會進去這裏看 那很開心 其實大人就8歐 那小朋友要12歐 哦 好驚訝 是啊 就貴一點 因為其實這個是主供給小朋友的 嗯 他教他們怎樣學生活啊 那些東西 那你見到這個 這個是Mithy的朋友 Mithy的朋友 即是他的Pen朋友 那這個是 就是啡色 因為他是由非洲來的 Mithy是荷蘭 那這個就是他的朋友 非洲來的 叫做 International 他就叫Manani 那其實 但是我覺得 我比較喜歡他的荷蘭名字 多些 噢 他的荷蘭名字 是Nina 如果看錯的話 我以為是Ninja 是啊 是啊 是Ninja 那就是Ninja Ninja 和Nina 那其實 很有趣 那這個就是Dick Brunner 即是他的畫家 那還有其實他裏面 都挺有趣的 這個就是遮住了小朋友的照片 那其實這裏 是教他們怎樣過馬路 哦 是啊 那其實這裏有個輪椅 都挺有趣的 其實這個小朋友沒事的 不過他就 媽媽就放了他在輪椅上 然後就推去玩 然後這裏有些人 就好像坐車仔 那樣教他們怎樣過馬路 其實 真的教小朋友 多一點 適合小朋友去 就是 對 觀眾有小朋友 值得一去 值得去 但是現在有很多大人去的 很多 就是年輕人 我都參觀了 進去 其實很好玩的 真的很有趣的 其實這個是醫生來的 好像這個 這個是帶他們怎樣去 就是照顧他們 這樣 那還有 剛才也介紹過梵高 那 因為Miffy 其實在河南 是非常之出名的 的 對 是一個 icon 所以去到哪裏都可以買 那連梵高museum 這個就是梵高的那個 水花花穿的裙子 這個 所以就有得買 它很多不同的 它名作那些 全部都有Miffy的 衣服給它 就是你可以買一個公仔 所以都是 都是一個值得去的景點來的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還有Utche 也是一個很大的 你也可以 去參觀一下 還有 很快說一下 就是風車村 其實這個大約 十幾二十分鐘 這個就是 坐火車 在Amsterdam Central 那裏就可以去的 那這裏 其實現在呢 我之前搜尋過 可以坐巴士的 但原來巴士是 夏天才有的 反而 現在就 過了7月8月 你就要坐 這個叫做 叫做什麼 火車 就去那裏 那它去到那裏 大約走15分鐘左右 那就會來到這個風車村的 那其實你會經過這個區域 其實它一個叫做 industrial 那其實現在 這些風車都還在工作 很多年歷史 還有它就是 有不同的風車 就會做不同的 產品 就是有些是專門是 那些染料 有些有專門是 那些香料 那這樣 那其實它現在 都還在工作 那麽多年來講 那所以就 都很值得去 一個風車 那我都會建議 因為其實很多遊客 那我會建議大家 早點去 那早點去 就可以拍多些美照 沒有那麽多人 那時候 那之後那些店 就會慢慢開始 開放的了 那 之後就 對了 那可以很快地 立一立 如果沒有時間 就可能下次再講 不過這個看一看 就是它裏面有很多不同的店 那 就有芝士店 那 就會買芝士 那製造芝士的過程 那還有那些荷蘭那些 傳統的鞋 那你有沒有買 很貴的 是沒有買到 因為我想你一雙鞋 不同的尺寸 就有不同的價錢 就是越大對的 你就越貴 而且買了之後 我覺得不知道用來做什麽 不會穿的 因為最新的 就是 就是 可能擺 但不會穿 是啊 但是我剛剛叫做 幸好 看到它有個工作室 就立即介紹給我們看 所以 其實都挺不錯的 我覺得它整件事 很特別 是很特別 這樣教你 所以 大家可以很多東西 看封尺寸 我都會推薦大家 如果有機會可以去 而且 這個芝士店 其實這個牌子 我都會介紹大家 如果 喜歡吃 Mustard的人 可以買它的Mustard 又是平時 它是Honey Mustard 因為是很好吃的 但是 在阿姆斯特丹 有很多分店 在世衛都有的 這個封尺寸都有 但是 當你去到 陸特丹 或者去到 Utley 剛才我介紹給大家的 每個地方都有一間 但是在阿姆斯特丹 就很多 OK 就沒有錯 所以 時間上應該差不多 我想下次再介紹給大家 看我吃過什麼 好啊 我真的很想知道 荷蘭吃什麼 除了芝士 剛才你介紹過的 之外 還有Mustard Honey Mustard 還有其他食物 再介紹給大家 希望大家 享受 可以一起去荷蘭玩 要啊 那麼近 我們 好 下次再見 好 Bye Bye Hello 我猜不到澳門人 是啊澳門又要有錢 一點的 你說香港又沒有一個 香港值 過頭兩年那些吧 所以其實你都是澳門的 你又拿不到香港的benefit 那樣的 哎呀 其實沒有損失的 本身 我猜不到澳門人 是啊澳門又要有錢一點的 你去香港又沒有一個 香港值 過頭兩年那些吧 所以其實你都是澳門的 你又拿不到香港的benefit 那樣的 是啊澳門 哎呀 其實沒有損失的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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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太 想找你買車保啊 啊 那房屋保險你做不做啊 啊 啊 那你保什麼啊 正太保險 保你條命啊 啊 購買和售賣 是一種最重要的選擇 人們在生活上做的 很重要的選擇 是很重要的選擇 是最重要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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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們隨時可以歡迎打電話給我們 那我們都會盡力去幫你去處理 那我們的電話是 647-629-8281 647-629-8281 Thank you 如果你睡醒起來覺得腰酸背痛 又或者越睡越累 那你就要考慮一下 換一張承托力適合你的身形 和睡眠習慣的床褲 如果床褲太軟 你睡覺的時候 腰部會下沉 令腰椎肌肉拉扯受壓 導致腰酸背痛 如果床褲太硬 床褲和你的腰背之間出現空隙 肌肉缺乏承托 如是這身體的肢爭點如 頭、肩頭、臀部 張誠受壓力 然而影響到血液循環 將床褲要慢慢睡 當然要試過才行 快點拿起來的電話 打416-321-1882 找尼安家師聊聊 床 一定要選最舒服的 知不知道哪裏有車身維修或噴油服務? 其實我們Technic Motors 不僅是靜車 開花碰撞、車身維修、噴油等 我們也做了 咦? 真的找你們就可以完成了嗎? 當然 另外近來有多了很多香港朋友 當中我知道有些可能還在新手車 有些關於車的保養 他們可能都未必知道 例如怎樣進入玻璃水 或者見到一些維修燈 亮了的時候 可能都不知怎樣算好 其實大家可以隨時打電話給我們 或者經過店舖 找我們聊聊也行 Teknic Motors 我們一站式汽車維修專門店 溫暖的家 一家人齊齊整整 你說是不是幾好呢? 初來報道 人生路不熟 未有加拿大工作經驗 要做到銀行按揭 真是有些難度 有些銀行幫不到手之餘 還浪費了時間 搞到一吐氣 銀行不Do WeDo 太容易 關心你的按揭專家 電話查詢 647-239-0682 電郵rexatvedo.mortgage 香港人的主場